哈囉大家好 我是Mindy 今天呢我想說可以來錄一個我的禮拜五再加上週末的Vlog 其實我一直都有想要錄 但是呢我之前有錄了一些片段然後沒有時間剪 所以今天呢就想說可以來錄一個Vlog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像是我今天要去 我等一下要去實習 所以就可以帶你們跟著我一起去實習 然後呢現在有一個很令人興奮的事情 是 我的淘寶的包裹送來了 那如果呢你們有想要看我的淘寶後 好啦其實不管你們要不要看我都很想拍 那我之後會再拍一個淘寶後 應該就這個週末或是下禮拜我應該就會拍吧 然後再給你們看我所有買的東西 好 那呢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化的妝 我去一個有日光的地方好了 就是一個棕色眼妝 然後是一個還蠻日常的棕色眼妝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看這個妝的話呢 就在底下留言 然後我之後就會拍一個簡單的短短的影片 嗨大家 我現在要出門了 然後呢 唉 又遲到了 我又要遲到了 我下班了 現在時間是晚上六點 但是呢 我現在要出發去市政府吃一個新開的海鮮丼 我爸昨天看到新開的海鮮丼 然後就問我們要不要去吃 所以呢 我現在要去市政府站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實習的地方呢 是一個數據行銷公司 然後他們做的基本上就是一些 譬如說 衝繩引擎的優化 那這個實習是我最近才找到的 然後我就在裡面當實習生 今天是我的 第四天 對 我做的呢 基本上就是內容的優化 但是公司有服務的項目就不只是這些 但基本上就是一個數據行銷公司 結果海鮮動太多人了 所以跑來吃港店 就隨機吃立 York 吃飯 這 arrivé吧 欸 這 garbage要吃 很美味 它把它拉出 不錯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呢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1点49分 也就是快要中午的意思 然后呢 我才刚起床 然后呢 刚弄好我的早餐 给你们看一下我吃的早餐 这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的 所以我很感谢她 我每天早上都一定要吃花椰菜 因为我很喜欢吃花椰菜 然后呢 还有火腿蛋饼 因为很喜欢吃火腿蛋饼 然后饮料我今天喝的是奶茶 其实平常呢 我应该都是会泡咖啡来喝 但是今天因为我想要喝一点甜的东西 所以我就泡了奶茶来喝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 很迷的一个影集 是这个铁窗之后 然后我之前已经把这个看完了 这个是连锁反应 然后我现在要 接下来看这个是卫山版 然后还有这个周立监狱 然后Netflix还有这个监狱少女实录 但是这个不是同一个这个铁窗之后的制作团队做 这是Netflix自己拍的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没有很好看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那种罪名比较大的罪犯 但如果你对这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去Netflix上面看一看 那我打算把这些监狱的纪录片都看完了之后呢 我想要来看这个劲爆女子监狱 因为这个感觉很好笑 然后应该会蛮好看的吧 之前我有听到大家对这个的评价还不错 所以我之后应该会来看这个 好那我现在就要来吃我的早餐 现在我要化妆 然后准备来拍我今天要拍的影片 终于拍完影片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每次拍完影片之后呢 我房间就会变成垃圾堆 然后呢这就是我的脚架 然后地上还有垃圾 好 我要把这些东西收一收 然后呢我就要去休息 然后看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做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影片拍的不太顺利 所以我不太确定我明天会不会想要重拍 第一个是因为光线的关系 光线一直在变 然后影片的前半段后半段是在不一样的地方拍的 所以我有点不太喜欢 然后因为我是拍眼线的教学 然后今天的眼线画的没有特别好 所以明天看我的心情 如果我有心情 然后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再补拍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会试着看看 有没有办法把那支影片剪得好一点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我等一下六点的时候 然后要跟我爸妈去吃晚餐 我们要去吃信义区的贝林泥 然后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我在影片没有跟大家提到我的衣服 我的上衣呢 是一个像这样子的学坊衬衫 然后它这边有做荷叶 然后是一个V0的设计 这个是淘宝的 然后呢我的项链是Forever21的 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玫瑰 然后我也想跟你们聊一聊就是 关于我的Instagram 我一直觉得有点愧疚说 我没有常常在上面更新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YouTube的朋友 有订阅了我的频道之后 有在追踪我的Instagram 但是我自己在办YouTube之前 就是一个很少会更新Instagram的人 然后我也很少 会拍现实动态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那呢 但是我就觉得说 现在既然有很多YouTube的朋友 有追踪我的Instagram 然后我总觉得我应该要更长的更新 我的动态啊什么的 这个部分我就还在努力的改善 然后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都不更新我的Instagram很无聊 虽然我觉得一定会 一定会觉得很无聊 然后但是呢总之呢 我要跟你们说的是 这个情况我有努力在改善了 然后我希望我之后可以 Po多一点Instagram 然后跟你们可以多一点互动 那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些 比较有趣的主题可以拍给你们看 就不是一些大家都拍过的主题 是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拍过 但是又很有趣的影片主题 那这部分我就一直在构想 但是我都没有一些好的想法 那如果呢你们有想要看我做一些比较有趣的影片 比如说一些挑战啊等等的 都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 然后就像我每支影片都说的 我会每个留言都看 然后几乎也都会回复你们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看我做什么 一些比较有趣新奇的主题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几乎每个人提议所长看的影片 我都有放进我的要拍的影片的清单中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会一个一个把它拍完的 嗯 好那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要把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呢应该就差不多要出门了 现在时间应该是三四点吧 嗯 给大家看桌上的惨剧 每次拍完片 我桌子就长这样 我要来把这些东西收拾干净 噔噔 变干净了 我现在要来整理 这一堆淘宝的垃圾 好来吧 现在呢我要准备出门了 然后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的outfit 我的上衣是淘宝的 然后呢包包也是淘宝的 之后会再拍影片分享 然后裤子是像这样子的格子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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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里面很 你要去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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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逛完 過完 佩兒了 你停下來幹嘛 夜景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我們現在要去逛ZARA 對啊 這樣就可以遮肚子啊 那不是看起來很奇怪嗎? 不會啊 我們應該逛完ZARA就回家了吧 都回家看四處了 今天是瑞典對一頭籃 一個籃應該會贏吧 我也不知道 就跟你說你care不care 這裙子看起來肚子很大 你自己說你不care 不是 不是 我是因為現在很沉 所以覺得要把肚子穿起來 我也常常會這樣 還是你要背我這個 我覺得太沉了 還是你要背我這個可以擋到肚子 沒有 譬如說炸地瓜條 譬如說 玉米煎蛋加奶油 OMG 今天早上會有火腿蛋餅可以吃嗎? 沒有 SUNNY 我們要去逛ZARA 這個很可愛的SUNNY 逛完ZARA了 那我們現在要回家 到家啦 是 對 大人 是 是 對 阿